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中国好水凉白开 本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乐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 多年来致力于乐剧创新 他不满足于传统乐剧舞台上 才子佳人的内容框架 不断对乐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从引入小提琴协奏曲的新版乐剧 梁山博与祝英台 到现实题材作品二拳应乐 从融合了莎士比亚剧作的新编乐剧 扣刘兰与杜丽娘 到给网络游戏人物配音 毛威涛始终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 近日他又向最近火出圈的 沉浸式戏剧曲曲经 推出了新国风环境式乐剧 新龙门客栈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 先赌为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步入剧场大门 武侠的体验就此开启 提醒舞台延伸至观众席 观众就置身在龙门客栈的大堂里 打破传统戏剧舞台的表演逻辑和叙事功能 形成了更亲密的观演关系 新国风环境式乐剧 新龙门客栈 改编自1992年的香港同名电影 讲述了明朝中夜 武林侠士为救助中良之后 与东场高手在大漠深处的龙门客栈内 只斗较量的故事 该剧引入实际流行的环境式戏剧表演方式 自开票以来 备受年轻观众追捧 剧中首次出演环境式戏剧的年轻演员们 也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餐饮感受 戏里戏外的 现场调度的 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字幕一个投影 我觉得哇好有心意 好有想法 我们这个拿了一个电影版的一个武侠剧 而且跟乐剧的气质上可以说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那感觉 我是希望一个大的在沙漠里的一个客栈的一个江湖 能不能呈现出来我想打造的我们想要去呈现的乐剧江湖 第二个挑战我们的演员 我们有没有可能演出一个武士出来 夹艺之气出来 我开玩笑 这次我们花拳秀腿 打出一片乐剧江湖出来 被誉为乐剧第一小生的毛维涛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乐剧代表性传承人 乐剧界唯一一位三度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艺术家 他在2018年介任小百花乐剧团团长 并于次年担任百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和艺术总监后 开始着力挖掘乐剧的市场IP 当我去合作的时候 实际上是借助来讲了乐剧的这个故事 像这种尝试我是觉得也是一个触角吧 我一直想要去探索乐剧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 过去我们叫居安思危的话 现在真的是到了居危思危了 这个其实就是18年团长带给我的一个想去突围 怎么寻找市场的点 我不满足于就是完成场子 我希望是他真正是在这个时代 是一种艺术样式一个载体的 在今天人们生活当中存在着的 我们当初说由西湖和龙井看小百花 成为浙江文旅的一个大IP一张名片 面向青年观众的市场定位 毛维涛不断进行调研 考察国内外不同形式的著场演出 在听说上海推出的国内首部环境式戏剧 阿波罗尼亚两年里连演一千场 长长百分之百的出票率后 他赶去观演 跟他的创始人汉坤谈 我说你是对标了白老汇 还是伦敦西区 他说毛老师我什么都不对标 我就对标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方式 这句话一下子触到我了 我就觉得我们不是想要找到一个今天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嘛 根据当下年轻人对生活空间 娱乐空间的新体验室消费需求 毛维涛决定推出一部长期助演的环境睡觉剧 在征得新龙门客栈电影版权方授权后 毛维涛启用一批年轻的戏剧人搭建主创团队 95后的编剧 85后的导演 90后的舞美设计 五组演员分别来自小百花乐剧院 温州市乐剧院和社招演员 主创团队打破传统乐剧的城市化表演方式 加入与现场观众即兴互动的环节 保留乐剧唱腔优雅 表演唯美的舞台审美 沿用了乐剧唱腔中传统的零欧调 整对我们从唱作的过程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手针创新的过程 每个角色给它订了一个流派 前后基本上结果了五个都要时间 他唱的是叫我们乐剧里面比较传统的零欧调 然后把它发展成一种西北的这种唱法 南方的音要北方 作为一部以武打动作表演为主的剧目 编导将戏曲中的刀枪靶子 与武术舞蹈动作进行有机融合 让儒雅的女小生在舞系表演上更显身手不凡 我们请了横店各种武术指导呀 包括里面有很多武术 有咏春 有那个散打 跟观众这样一个零距离 我们的每一次的打斗 每一次的呼吸 都是观众感受得到 所以说必须真不能假 近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 演员们都要站在斜谱舞台上 完成唱念作打 斜谱舞台的设计 让观众在视觉上更有舞台层次感 但对演员来说 在上面进行表演 则注意力需要格外集中 这种前所未有的创作体验 让每个人都达到了创作的极限 排练场排的时候 已经感觉自己都挺自然了 一到这个台上斜坡 而且还有打戏 还有串翻身 然后我们就惊呆了 怎么办 小绳士有靴子 他们有两寸半这么高 在这个舞台上走了很多很多遍 那一天才真正的感觉 有一点适应了 目前新国风环境式乐剧 新龙门客栈在公演十一场后 已经收获豆瓣评分8.5分 大麦网评分9.2分的高分 实现了毛维涛期待的破圈传播 我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乐剧 能够在这个时代 让小百花再重申一次 深耕浙江解读中国 影响世界 你乐剧来讲好中国故事 能够影响世界 毛维涛说 多年来 尹贵芳生前赠予他的手书 一无止境 一直陪伴着他 鼓励着他 自己从前辈手中 接过戏曲的衣钵 并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 自当有信心 有远智 有担当 有风骨 创作出不负传统 不负时代的优秀作品 激发古老戏曲的创新活力 每天十分钟 生活天动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